马斯克认为传统的小学教育方式是老师讲、学生听、学生做笔记、重复记忆的教学方法 这种方法很没有意思 学生不容易集中注意力 马斯克创立的学校 主要教学内容是实际的项目课程 在项目中让学生学习 对于语文教学 主要是学生自己阅读 对于音乐、体育 也是让学生自己玩 语文课是学生阅读为主 音乐、美术等人文课程 也是让学生体验 不进行灌输式授课 我认为很符合人的本性和少年的成长发展 一个人的成长 要吸收人文的营养 是自然反应 就像我们饿了去吃饭是一样的 孩子们在阅读中就找到开心的东西 成年人孤独了去旅行 寂寞了听音乐 闷骚了去酒吧 都是很好的人文 最近看到一些关于作文课的广告 比如无干法写作文 网课的作文课该不该上呢 坦白地说 我也认为这种方式能提高孩子的写作分数 但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目前各种考试 作文几乎是唯一一项没有标准答案 学生可以开放思维的考题 但是 作文辅导的套路化 会使得这项测试失去意义 以后的文学作品 也不会再有欣赏的价值 我无意去指责一个商业机构 当年 于敏洪也是通过刷题和套路 成就了新东方 做成了美股的上市公司 也迫使美国的研究生入学考试 改变考题模式 增加了作文题 当然 也使得美国高校招生时 对中国学生戴上了有色眼镜 相信懂教育的于校长 并不想这样做 但是 他也是一个要生存的商业机构 也许 要改变的是 作文这一种考试模式 我介绍过 AI目前能够写文章 我们来看一下 AI写的科幻 输入场景和人物 就能生成一个科幻小说 看上去还不错 但是 目前阶段 李白 马斯克 在AI的心中 和在人心中的意义 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 这部小说 即使能得到一个高分 也不代表它真正的价值 目前 它的价值在于 在科幻作家 文思枯竭的时候 能够给予一些灵感启发 也许 目前阶段 这是科学的应用边界